1984年的一天 秦晨监狱里的江青 这天精神特别好 因为这天是女儿李那来监狱探望的日子 当江青看见跟着女儿进来的王景青时 先是一愣 随后就明白了女儿的意思 眼神瞬间变了 江王景青从头到脚打量了好几番 直到江王景青的脸看红了 方才开口与李那说话 对于王景青 江青是认识的 当年王景青曾做过毛主席的警卫员 也做过刘少奇的警卫员 那时候的江青 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天 王景青竟会成为自己的女婿 江青一改之前对前女婿徐宁 无比嫌弃的态度 对王景青非常热情 还夸赞他年轻的时候肯定是个帅小伙 表示江李那交给他 自己很放心 当听说李那与王景青 会简单的办一场婚礼时 江青就显得更加高兴了 随后拉着李那的手说道 那哇 我还留有一些工资 你拿出来置办些嫁妆吧 但李那却摇了摇头 拒绝了江青 东西我都有 你自己注意身体 那么李那作为毛主席 与江青唯一的女儿 也是毛主席最小的孩子 她的一生究竟过的是怎样的生活 情定王景青1976年 对于李那来说是极其特殊的一年 在这一年里发生的两件事情 对于李那的打击都是巨大的 9月9日 她最爱最敬重的父亲 毛主席与世长辞 一个月后 母亲相亲又被关进了监狱 双重打击之下 本来身体就不好的李那 更是日益憔悴 精神上也饱受折磨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 作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女儿 李那也会为生计发愁 李那当时已经与前夫徐宁离婚了 失败的婚姻 父亲的离世 母亲的入狱 接二连三的变故 让本就敏感的李那 精神压力倍增 加上李那身边还带着一个孩子 生活就更加艰难了 但李那每每看到可爱的儿子 在身边嬉笑打闹 她总是告诉自己一定要坚强 要将孩子抚养长大 李那人如其名 沉默寡言 与世无争 加上相亲的事情 李那就更加敏感 她拒绝外界对她的帮助 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 就这样坚强又倔强地生活着 李那微薄的工资 让母子俩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为了给正在长身体的孩子 补充营养 每当发工资的时候 李那都会去菜市场 买上极少的肉 回来给孩子改善伙食 这一切都被李英乔夫妇看在眼里 李英乔是毛主席在世时的警卫员 当时由于毛主席与江青两人都非常忙 所以小李那大多是跟着李英乔的妻子韩贵心 两个人的感情非常好 韩贵心对李那就像是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一般 看到从小不愁吃穿的李那落得如此光景 李英乔与韩贵心都十分心疼 两人都觉得李那与孩子需要一个男人来照顾 但是李那对此却有些排斥 始终不肯点头 韩贵心一再追问 李那才道出其中缘由 原来李那觉得母亲入狱 而自己体弱多病 还带着一个孩子 怎么会有人愿意娶她 韩贵心听了更是心疼不已 赶紧宽慰李那 你的父亲是开国领袖 受案人敬仰的 你不要因为其他的事情受到影响 我先给你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人 你见一见 合适不合适的你自己做决定 听到韩贵心如此说 李那便点头同意了 因为涉及到李那的后半身幸福 因此李英乔夫妇对此事十分重视 前前后后看了很多人都觉得不合适 直到王景清的到来 才让夫妻两眼睛一亮 如是重负 王景清曾经也是毛主席的警卫员 参加过抗美援朝 经历过革命的洗礼 为人正直善良 是个值得托福的人 因为之前同在警卫营工作 王景清与李英乔的关系一直很不错 王景清之前也有过一段婚姻 后来因为没有分到房子等原因 妻子就与王景清离了婚 此后王景清就一直单身 这天王景清从昆明到北京办事 得知李英乔夫妇在北京定居 于是便上门拜访李英乔夫妇 闲谈间 韩贵心了解到王景清如今独自一个人生活 心里面还是十分渴望婚姻的 韩贵心觉得王景清与李那非常合适 于是就将李那的情况跟王景清说了 王景清很是惊讶 毛主席是他最敬重的人 而李那是毛主席最爱的小女儿 自己如今连房子都没有 年纪也挺大了 李那会同意吗 听到王景清这样说 李英乔夫妇笑了起来 心里面更觉得王景清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 很快王景清与李那在李英乔夫妇的牵线搭桥下见了面 其实两人之前在中南海也有过几面之缘 那时候的李那还是个不安适适的小女孩 当初谁也没能想到几十年后还能以这样的方式 这样的原因见面 这次见面两个人聊得非常愉快 虽然王景清比李那大了14岁 但两人之间的交流没有任何代沟 韩贵心见两个人如此合拍 觉得此事大概率能成 心里面也十分高兴 此后王景清没事就经常跑到李那家里帮着修修补补 帮助体弱多病的李那做家务 接送孩子上下学 王景清从韩贵心那里知道李那因为相亲的事情 内心极度敏感脆弱 他便时常劝为李那不要多想 你是你 你母亲是你母亲 况且他已经为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付出了代价 渐渐的李那在王景清的开导和陪伴下 走出了阴霾 脸上也露出了发自内心的笑容 林乔夫妇见两人如交似妻 好事将近 便开始张罗着给两个人筹办婚礼 李那在婚前决定将王景清带到秦城监狱 给江青看看 江青一见到王景清便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在与王景清一番交谈之后 江青对王景清十分满意 心情也变得异常放松 还对王景清开起了玩笑 你是怎么娶到我的女儿的 江青在听说是李莹乔夫妇帮忙介绍的之后 沉默了一会儿 低着头轻声说道 李莹乔是个好人 之后在听说李那与王景清要举办婚礼时 便跟李那交代说自己还有一些余钱 让李那拿去添置一些嫁妆 李那听了之后连忙摇头 婉言拒绝了母亲 同时李那也十分感慨 如今母亲看到自己再婚 愿意出钱添置嫁妆 遥想当年自己与第一任丈夫徐宁结婚的时候 母亲是大发雷霆 说什么也不同意 最后今年婚礼也没去参加 初恋徐宁虎妇无犬女 在毛主席的教育下 加上李那的刻苦学习 1959年成功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 聪明有思想 文静内敛 所有见过李那的人都这样评价她 但这样的性格也让她一世独立 交不到什么朋友 而她也因为是毛主席的女儿 到了成婚的年纪 也没人敢主动追求她 直到她快30岁的时候 才遇到了徐宁 1968年 全国都在如火如荼的贯彻 中央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 李那为支持党中央的工作 从北京辞职 到井岗山干校参加劳动 在这里 李那认识了在干校学习的招待所服务员徐宁 徐宁工人家庭出身 从小没上过几天学 也没有什么文化 与李那天差地别 但徐宁却有着李那没有的开朗 风趣和幽默 在徐宁的强烈攻势下 李那很快便坠入了爱河 等到谈婚论嫁的时候 江青却不同意 在她看来 女儿是知识分子 与徐宁们不当户不对 根本就不合适 将来在一起肯定会有很多的矛盾 为了让两人分手 江青甚至还跑到了井岗山 逼迫李那与徐宁分手 但从未恋爱过的李那心中 已经打定主意 要与徐宁长相厮守 见母亲不同意 于是她就修书一封寄给了毛主席 想要贞得父亲的同意 毛主席一向崇尚婚姻自由 同时她也一直希望李那能够找一个普通人 平凡地度过一生 毛主席收到女儿的来信之后 便叫人调查了徐宁的家庭背景 徐宁的父亲是山海关火车站的一名班道工 母亲则是一名普通的家庭妇女 徐宁本人是共产党员 徐宁的条件正符合毛主席对女婿的要求 一个普通人 随后毛主席就给李那写了峰回信 同意了李那与徐宁结婚的请求 1971年 李那在毛主席的支持下 在干校中结了婚 毛主席日理万机 没有参加李那的婚礼 而相亲最终也未能出席 婚后李那与徐宁 度过了一段时间的蜜月期 但很快两人之间就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徐宁看不惯李那整日离 只知道埋头看书 她认为女人应该在家中向夫教子 读书没什么用 而李那则看不惯徐宁的不求上进和大男子主义 所以两人之间的争吵就成了家常便饭 最终 李那再三考虑之后决定与徐宁离婚 当毛主席得知李那离婚的消息之后 红着眼睛表示 那娃的婚姻还是太仓促 太草率了 这件事情上我也有责任啊 不同于毛主席的伤感 江青则生气地表示 谁让李那当初不听她的话 现在知道后悔了吧 之后便不再过问这件事情 李那离婚之后带着孩子独自生活 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 过得很是辛苦 毛主席了解小女儿的性格 知道她再苦再累都不会跟自己开口 于是她主动拿出八千元稿费 让警卫员送去给李那 只为让她生活得好一点 四季此处 毛主席又想到另外一个女儿李敏 她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同时李敏还要承担贺子珍的医药费等 还有毛岸青的身体也一直不好 所以毛主席又让人给李敏和毛岸青都送去了八千元 过了一段时间 毛主席对李那还是放心不下 于是她一连写了好几封信给李那 让她回北京一趟 正好那时候毛主席的眼睛因为白内障需要做手术 毛主席就以此为由让李那回北京见面 李那接到信后 果然十分担心毛主席的身体 于是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北京中南海 这时父女俩已经有好些年没有见过面了 这次一见面 毛主席就湿了眼眶 李那更是哭得气不成声 毛主席有些内疚地说 那娃 你心里是不是在怪我 所以这么久都没有回来看我 李那哭着摇了摇头 表示这段婚姻是她自己的选择 不怪任何人 父女俩在一起说了很多话 也说起了很多李那小时候的趣事 小时候的李那每天都会粘在毛主席的身边 她是毛主席众多孩子中 享受父爱最多的人 毛主席总是会抽回时间 来陪伴李那玩闹 读书和写字 比起她的哥哥姐姐们 她无疑是最幸福的 同时毛主席的一言一行 也深深地影响着李那 幸福晚年1976年9月9日 毛主席永远地离开了 当中央决定在人民大会堂北厅 举行一周的遗体告别仪式 李那悲痛欲绝 却无法改变父亲已经离开的事实 极度伤心的她 很想见见父亲的遗体 跟父亲做最后的告别 李那时刻牢记 这父亲曾经说过的 不希望她搞特权 于是李那一连七天 都是随着人群排队 进入人民大会堂 与父亲告别 李那自始至终 一直牢记父亲的教导 不搞特权 不谋私利 嫁给一个普通人 平淡地过完一生 而王景清就是那个普通人 在带着王景清见过江青之后 李那变选了一个好日子 与王景清举办了一场极简婚礼 在家中摆了两桌便饭 邀请了几位好朋友和长辈 杨尚昆知道李那成婚的消息后 还特地给李那与王景清 写了祝贺词 并让人送来了一床备套和糖果 作为新婚客礼 婚后的李那被王景清 宠成了小公主 就像小时候待在毛主席身边 那样无忧无虑 王景清包揽了家里面的大火小火 做饭洗衣服都不在话下 而李那需要做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